武漢肺炎持续延烧 未避免疫情扩散 中央流星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决议 高中以下108学年第二学期 延后到2月25日开学 而眼看下周二就是开学日 教员防疫也成为重要任务 指挥中心昨晚表示 一汉教育部达成共识 以额温37.5度 额温38度为判断发烧标准 教育部今天上午发函给各校 要求学生上学前 要落实健康管控 若额温达38度 或有咳嗽非过敏性流鼻水等 呼吸道症状者要主动告知学校 就医后需在家休息 缺席记录不会列入初缺情 教育部建议 学校班导师 授课教师应留意学生身体状况 注意到学生到校后 是否有发烧 咳嗽 或非过敏性等呼吸道症状 如果有 要请学生戴上口罩 便应安置在单独空间 或与其他人间隔一公尺以上 并安排专人陪同 直到离开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事明明